今天到台北已经天黑了 注册入住后 立即去饶河夜市找好吃的 原以为腊月冬天的晚上 人不会太多 但是那里却是一往如故 熙熙攘攘 人气很旺 这里满街的店铺 和食品摊 提供很多不同的餐饮选择 五花八门 无奇不有 我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烧烤北极罗 还有那么多的口味可供选择 许多的口味 没有不及了 先吃最好吃的 你好 哈啰 现口最好吃 一份小骨 你好 辣不辣 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但是我还是做了比较家常的选择 去了一家叫后庄的饭店 这个店的老板娘是台中人 一座一手好菜出名 特别是排骨酥 其招牌菜是排骨酥面 店里人进进出出 但是他们的效率很高 我要的面很快就断来了 所谓的排骨酥就是肋骨烧得很嫩 素而不散 一下口就花了 典型的姜这口味 茴香 桂皮 八角 精精入味 确实好吃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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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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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这里有好几家买臭豆腐的 那是出名的上海菜 它触发我对童年的记忆 这一家的做法略有不同 它把臭豆腐下锅炸两次 然后把中间倒过 让佐料伸入其中 更加美味可可 同时配上四川泡菜 干净爽口 同臭豆腐形成一种相对的平衡 真是不知所望 最后我吃的是胡椒饼 其烤制方法和上海滩上烤大饼一模一样 但是和大饼不一样的是 胡椒饼包了很多的肉和葱花 放了不少胡椒粉 很香 这种烤炉有一整个手臂那么深 在炉壁上可以贴上几十个饼 出炉后 饼的两面都烤得黄黄的 再加上芝麻 真是喷喷香 而且它的皮很薄 像很多 咬上一口 胜似神仙 今天确实饱了口福了 这个饼干净部 尽量的脂肪 稍微重的 很薄